吴尼老 文明さん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县政府10月份的升旗典礼 3号的上午在县政府大礼堂来举行 那么县长颁发了业务达人 远梦团队来肯定县政府团队的努力 共同来守护美丽的家园 花莲县政府142年10月份升旗典礼1号 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现在许正位率领副县长颜新章 秘书长劳中和信务团队 办理一个月一次的升旗典礼 现在许正位表扬业务达人 原目团队来加冕对县政推动的用心以及努力 每一个月我们要办升旗典礼 除了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分享花莲团队的亮点 还有努力在耕耘 以及在为地方上默默地打拼的 我们所有的花莲县府团队 我们都要给他正面的鼓励 还有支持以及加学 让大家能看到原来成就五星团队 我们后面有这么多人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丰年节 联合丰年节办到现在是将近快20届了 而每一年都突破前一年的人士 以及我们的营业额 刚才领奖不是柴尧 是一个这个承办的科员 我就觉得真的很棒 不拘工但这就是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给原民一处掌声一下好不好 现在许多表示明年度要执行宪政工作 今年度就要开始编决预算规划未来实施方针 也希望各局处团队能够检讨今年度推动成果 这为明年度修正的方向 在幸福团队的努力之下 洗手地方推动各项业务 服务相信并且造福相礼 记得就关于广山伯老